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我们这个世界 挑手好一点 我一翻就是这样 我挑个别的 下次提名 鲁星文学奖 对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那个手技 尿剂 还你看 冯唐 这是他的手技 人间无大事 第一睡 第二吃 第三 抱着睡 抱吃 抱着睡 抱着吃 抱着睡 抱着吃 喇了一个字 为什么这么想呢 这个呢 是我观察新生儿的体会 怎么说呢 就是除了睡 就是吃 这是两个对他最大的事 后来我就想 人本身都不只是新生儿 是我们自己 其实你要好好想想 如果你能把睡解决了 你把吃解决了 大人也没什么其他大事 睡好解决 吃比较难解决 睡 怎么好解决 睡吗 人死了吗 也是睡 对吧 不活着也是睡 那是来生了 你还有跟人睡的问题 跟谁睡的问题 睡得着 睡得着问题 对吧 而且你会发现 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只要他睡觉好 这个人不会太差 健康程度不会特别差 最先看的就是睡觉 能不能睡好 哪怕再累 他只要能睡好 这个人没问题 你睡眠有问题吗 我睡眠还挺好的 我觉得睡眠确实是个问题 是不是 这我听来 这真是太糟糕的事情 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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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明身体不好 是吧 容易身体不好 反过来就说 刚才那个判断 就是只要你能睡好 身体一定不会太差 这个判断还基本是成立的 反过来不一定 有可能 对吧 有一次我们一批 也是很多学者 作家朋友吃饭 我还提了这个问题 我说人老做梦 不是很好吗 因为本来人生有限 想做的事情很多 那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睡掉了 现在我在睡梦当中 又体会了另外一个人生了 做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了 咱中国梦了 那不是很好吗 后来他们又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说如果你睡的质量不高呢 你这三分之一 也许占了点小便宜 但你另外三分之二 就受大损失 是的 而且总的生命的质量 也会受损失 所以你知道 我特别佩服谁啊 那个曾志伟 就说这个曾志伟是有名的 睡哪 睡哪 也就是他们就是在香港 就是就是比如说艺人们捐款 为了善事捐款 曾志伟总是主持嘛 大家吵吵闹闹的 他讲完了话之后 他托着塞帮子这样 大家在发言 过不了五分钟 睡着了 曾志伟 他心里能健康到这个程度 就能放下 其实刚才那个诗啊 看上去简单 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首诗 吃睡 抱着吃 抱着睡 有自己了 有跟人的关系了 这个抱着吃是咋回事啊 你可以想象嘛 抱着吃抱着睡 对对对 我觉得啊 这个冯唐这个人身上啊 有某种 现代做当代作家的某种性格魅力 你看 你像早年间的那个作家 我老感觉基本上长的是难看的 对吧 然后平常咱们也不大见到本人 现在你看他 这粉丝也很多 而且在微博上也跟这些人们啊 这个互动特别频繁 而且就是 哎 你觉得你算不算有点这种明星化 或者这个偶像化的感觉 我是想避免的 这个所以对吧 除了您的节目 其他节目也很少 很少出来 坚持下去 对吧 而且我见到他 我觉得性格魅力啊 是由一个什么组成的 一个拧巴组成的 你比方说啊 这个我们这个小编导啊 也很喜欢他女孩子 跟他接触呢 就给我 我觉得他的观察很有意思 他说 他说他觉得冯唐这个人啊 是特别谦虚的 特别谦和的自高自大 这这这这 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他发什么照片 我们可以看看 他就说他长的 你可以看看 这个这个冯唐呢 就在在在这个 就在微博上吧 还是在哪 嗯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我去芝加哥博物馆 然后之前呢 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里边有一个佛像 长得特别像你 后来我说去看一眼 然后他呢 陪我一块去逛 就帮我照了一张照片 嗯 那我觉得呢 还还算像啊 还算像 然后你看 下边一张 哎 这也是 这是大英博物馆 现在正在展的 一个叫大明的 大明朝的特展 就包括明朝那时候 那种各种艺术品 这是一个明朝的时候 一张壁画 我的理解 也是 也是朋友觉得像 然后给我拍下来 然后发我这个 发我微信上 嗯 你瞧瞧 这比较比较像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 这个人啊 有一种这个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次陈丹青 我发陈丹青小气啊 就是私下里见面跟我讲 他其实陈丹青挺会夸人的 然后一见一见面也说 哎文道 我觉得你长得像宋人 我觉得你长得像宋朝人 我心里边得意 然后呢 他上节目的时候 我说 哎 丹青老师说呀 说我长得像宋朝人 然后他很吝啬 我说过吗 我没有说过 弄得我很难看 我长得你像秦桓 对对对 不过他这一代 你70后的作家 对对 跟前面这一批作家 最大的不同是 他不只是写作 前面这些作家 一旦出了名以后 基本上就一直写作 而且中国的一个情况 就是作家 你一旦出了名以后 你基本上就变成 作协主席 或者作协副主席 那作协主席 马上就变成 处级干部 甚至是 局级干部 副部级 那个中国作协是 正部级 铁林就等于正部长 所以全部是进入 这个官员体系 像他这一代的 就算跟你年纪差不多的 毕飞鱼也是 别人的南京大学 做兼职了 对不对 严联科都多大 他那自己还开医院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有点 有点另类 有点不同 其实他是这样的 大家老觉得我另类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传统 过去没有专业诗人 你说你过去专业当诗人 比如在唐朝时候 哪怕李白怎么生活 对吧 你总要当个小官吏 做个小买卖 要不然你是个地主 要不然你就去务农 你总得干点 我觉得大家不是特别理解 就是说我的 就像你说的拧巴劲 其实它是有一定逻辑的 我觉得是这样 先我就说我经历 我理解 我表达 就是我有些事 先去亲肠 先去做 然后在做的过程中 我稍稍退半步 我想想这人世间是啥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所谓的我理解 最后我拿出10%左右的时间 说OK 我表达 这样的好处 基本上来讲 能言之有误 不会自己生编 你有没有试过 在人家不认识你的场合 比方说三里登 那个酒吧 或者坐一个火车上 有一个 你想跟人家聊天的女孩子 然后你跟她说 我是一个诗人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别人肯定认为 认为你是个疯子 认为我是个疯子 这个诗人特别惨 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词 我具体不提哪个诗人了 原来那个时候 还真是说靠当诗人蹭饭 用那种油印的 小时候油印的那种东西印一本 还能当诗人泡妞 对 然后就到了清华校园 清华女生也挺少的 但是找着女生说 我是个诗人 你请我中午吃顿饭 基本是这么 就能把一个月 就能有饭 没准还能有点闲 没准还能抱着睡 抱着吃 对 抱着睡 当时他有一句著名的诗 叫我是一个天才冒险来到人间 然后后来背后我们有时候聊天 就是我是一个天才 你是一个天才 冒着被抽的危险来到人间 这种诗人到现在就加了一个 就是我说冒着被抽的危险来到人间 没错 但是其实跳开看 诗我不认为应该是被嘲笑的 其实咱们都过着庸俗的生活 你我他 但总有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的时候 你会觉得咱们好像过着比人高一点的生活 就那一瞬间 我觉得那是那就是诗 如果你把这点都抠去了 做人好像缺了好多 哎呦真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些中国的这个股诗啊 反正到我们这个岁数的哈 有些已经成为呼吸了 是 我就觉得 比如说我到这个欧洲 我就感觉就看见那些废墟啊 嗯 你知道吗 就没有想啊 不是说骚情是吧 而是 哎呦很自然就是摇摇望白云 怀骨 易和身 你知道吗 你一到或者到郊外 你就你自然像呼吸一样就冒出来了 他人是有诗意的 邱老师 抱着看三级片的眼光看着我 那以前是这样 以前那个Johnson那个 那个欧洲的那个 说过一句话嘛 他说人就分两类嘛 一类是诗人 另外一类是其他人 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来来区分 但是问题是诗现在并没有被嘲笑 但问题是诗人 现在变成一个社会符号 邱老师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线 以前还成冠中 还说过 这三里屯还有三类人 我以为陈冠希呢 陈冠中 他这个香港人在北京混嘛 那三里屯还有三类人能泡妞 外国人 有钱人跟诗人 结果他说他这么认为 他说诗人你得留着长头发 或者像你这样头发泡上去 然后拿一吉他 他们诗人跟歌手分不清楚 然后到上海呢 一类人就被剃掉了 诗人被剃掉了 余下来挤外滩的都是要喜欢 外国人跟有钱人 所以说现在的世界变得更上海了 然后跑到蓝桂坊呢 另一类人又被剃掉了 谁 外国人也剃掉了 外国人也剃掉了 因为鬼佬不算什么 对不对 在蓝桂坊鬼佬 但在蓝桂坊 你要是跟人家说你是诗人 我真想 他在靓仔嘛 对不对 而且他也是什么CEO 户呆了十年了 CEO嘛 名牌一晃 但最后告诉那女孩说我是个诗人 转头就走了 神经病了 他陪你去医院 相见三月一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他说的这个诗啊 我倒想再调点事 你调调调调 就是你看他不喜欢冰心 谁 冰心呢 你觉得冰心翻译的这个泰克尔不怎么样 不是冰心 是郑振夺 你觉得郑振夺翻译的不好 郑振夺翻的飞鸟集 冰心翻译的是这个其他的东西 圆丁集 可能我不是特别特别清楚 郑振夺翻了两本 一本是飞鸟集 一本是心悦集 对 我并不是说觉得它不好 而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诗人呢 他不是一个诗人 曾振夺是一个学者 是一个评论家 收藏家 CD 图书家 布幅非常深 我就说很佩服那时候 那一代文人 那一代文人 他当时翻的时候 他才二十几岁 真是诗 而且呢 但是我是仔仔细细看 因为我自己要翻 你找不出任何的翻译错误 就找不出很多翻译错误 也就是一两个 我觉得是值得推敲的 比如说语法 用词都是对的 只是我觉得相对来说 它不是个诗人 有点凭 而且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大的问题 是没有押韵 所以呢 这个 其实那个翻呢 是出版社 找到我说 你又是一个诗人 然后你自己英文又不错 为什么不能 这个帮我们翻一个 这个大家的这个诗 就是后来 他说我说什么诗 他说泰戈尔的 这个废鸟记跟新月记 你把这个正义 再重新翻一遍 当时我就整个看了 后来我就觉得呢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练比 其实 你老想跑到金线之上去 那实际上这个文人 也有自己的基本功 也有自己的日常训练 我觉得这个翻译呢 特别是翻译师 特别是翻译师 要求自己押韵 是一个挺好的训练 这八千字给我翻的 给我弄的 这个从来没有那么苦 写这个八千字 咱们可以看一篇 这个大家对他的这个翻译啊 也有一些评价 这郑振夺的翻译 您读懂 是什么 世界对着他的爱人 把他浩瀚的面具 接下了 他变小了 小如一首歌 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相比之下 冯唐的翻译简洁多了 说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 解开苦当 长如舌吻 小如诗行 行和当 再去押韵 航压的当 这个诗人的巨大的武器 是押韵 只要押韵就能流传 那跟盛口流打游诗的区别呢 你要体会 我觉得这个诗意啊 你很难 比如说像那个薛潘说的 这个 女儿乐 一根啥啥啥啥 往里戳 对对对吧 这个的确是这个押韵 但这是一个 打游诗 对吧 但你好好看看 刚才那个翻译 世界在情人面前 这个对吧 解开苦当 有短的地方 有长的地方 好像你 我觉得他是不是不太喜欢那种 比较 就通常我们认为 觉得比较 好的说是比较唯美的 坏的说呢 就是比较酸的 那么一种文风 我是喜欢 一下抓住一个核心的东西 尽量去掉这些 这个所谓的颠覆 这个所谓的这个道德呀 这个规矩啊 制度啊 等等这些 这个至少在文字上 喜欢颠覆 喜欢破坏 所以呢 那个好的作品啊 要有多种不同的翻译 然后从我在大学教书的来讲 这两种翻译都需要 研究生嘛 就读他的翻译 大学生呢 还是读郑正多的翻译 对不对啊 对的 人家姓教的女孩子 一上来 你就跟人家解开裤裆 很难解释这些事情 对不对 那个 不过我顺便推荐一下 郑正多 因为我非常感谢他 他的那个文学大纲 是我的启蒙读物 四卷本 正是正是他刚才说的 二十多岁编的 这是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 当然今天你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讲 文学大纲是有很多很多问题 很多值得做研究 但是他当初出这么四卷书 他个人的这种阅历啊 沐昕后来也非常非常称赞 他的文学大纲 我也是 这也是我现在保留的一套旧书 我有这么一套书 是非常非常的 我也是很感激郑正多 他还写过很多这个书评 西地书画 我不知道您读过没 就五六年坐飞机失事 对 五十几岁去世 这个出访之后 是回来还是去 我记不得了 飞机失事 其实在早期这波文人里边 就是写很多的这个书评 对我帮助都非常大 他是一个 然后唐涛 然后朱自清 甚至包括像鲁迅周作人等等 都是曹剧人 这些这几个人 当时小时候我读书是 按照他们的指引这么读过来的 所以说这个知道金献在哪 但是现在翻过来要颠覆他们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们是在一个汉语 从这个古汉语到 白话的一个转型过程中的一波 功力非常深的文人 汉语的发展还就是在我们手上 还可以再进一步发展 我觉得是一个继承关系 因为他们当时呢 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 就是白话文字能够成立 要靠文学来支撑 是好 那我那天忘了 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 比如这个韩寒的小说 就不到金线就不用提了 你的文章也看了 这是你说的 你的文章里写的 然后呢 这个王小波你也写过一个文章 你觉得他就说没有那么伟大 理由是什么 我当时就好多都被误读 就包括你节目还说过这个董乔 就我对董乔 对对对对 完全是被误读 你说董乔是个老 完全是被这个媒体人给误读 我当时说董乔呢 是你一定要少读董乔 不是不读董乔 别人就就就转成 你一定不要读董乔 其实少读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到董乔有很多铁杆粉丝 董乔的书又挺多的 一看看十本看二十本 我自己从我自己个人趣味来讲 我觉得有点偏软 可以再读一点更硬的东西 比如说读点鲁迅 读点周作人 软都有不同的软法 我觉得简单的说太乾隆了 功很好功很细 但你缺了一点灵力的东西 我自己个人看 就是不能读那么多 这是我的本意 王小波那边呢 我当时那个题目的原话是 题目是一个问句 就是王小波到底有多伟大 这是一个问题 不是说 我读到的是 王小波没有那么伟大 我当时是说呢 王小波是有非常好的地方 其实我原来三个 这个当代文学里边 我三个文学的 我自己的文字英雄 其实第一就排的是王小波 你们俩生日同一天 倒不是因为 我后来才知道 还有两岁 还有一个王朔 另外一个阿成 当时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这是我三个当代 那时候他们还都活着 现在一个去了 我觉得是 他们也都是在北京 他的趣味都有一点文字的山野趣味 就是有一点山野的趣味 就是不是那么书院的 不是那么桌上的 都是有一点故意出野的 王朔阿成都有个共同点 我觉得王小波呢 我是觉得王小波 在有一阵是被神化了 那不好意思 我是逢他那笔名 实际上就敢于说真话 不知忌讳 不知避讳 那不知避讳 我就说清楚 我自己看到的 他的我认为的一些弱点 比如说 我觉得文字可以更风云一点 文字可以更嗨一点 按我们的话说 他的欧化成 就是在欧式语言的这个影响 还是受的太大 比起这个老一辈文人来讲 我觉得他从古汉语中 吸取的东西有点偏少 我自己个人个人感觉 另外呢 就觉得这个 其实对于人性 可以挖的更深一点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有一点留意趣味 基本就是从形式和内容 这么大致说了两三点 我认为不足 还有一点 我认为结构有时候太臃肿 它是 就是可以像诗经循环往复 但它那个循环往复 我感觉是 到最后有一点点脑子的问题 所谓脑子就可能有点 一点点精神出现错乱的问题 就是 我没有证据 只是从文章里看 这个循环往复的有点怪 这是 纯从一个手艺人同行的角度 一点点问题 我就说 不要神话的 但是它很伟大 是一个很伟大的开始 我们后来的人 应该更加努力 基本是多么正面阳光 到咱们节目里都说人话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作家跟作家了 其实都有看法的 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文坛的情况 我在写文章也说了 一百年来 文学批评的气氛是最弱的 不批评 现在是不批评 要回过头来看 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 有郑多多他们那一批 很中庸的 很温和的 但是也有像 约大夫 郭沐若 陈芳武 鲁迅 梁石秋 就盯住个鲁迅草 当时 吵得有各种流派 当然你也可以说 他们都有思想的冲突 下单话叫死闭 但今天 回过头来看 都有道理 你不能说 鲁迅这个没有道理 你也不能说梁石秋 这个没有道理 这么有流派 有风格的发展 才是一个文坛的好前一框 这种情况 到了后来 五六十年代以后 就变了 变了只有批判了 到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发现批判也不好了 所以批判没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八十年代也不错 八十年代还能吵一通 还有什么探索小说了 新写实主义 有一批批评家 跟小说家互动 现在是我真的非常感触 现在作家是写 每个人都写 你很好 你甲评画出来 有一批人说他好 一画出来 有一批人说他好 严连克斯画来这么一好 没有争论 没有流派 没有风格 不是没有风格 是没有人来拿来 造成这个风气 这个是一个时代 你经济在发展 政治再了不起 要是文化没有一个 我们今天回国 唐朝 为什么叫我们值得留恋 我们就可以 你看有理度 有各种各样 你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同的风格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很多艺术的根基 怎么讲 如果你没有好小说 可能电影也很难 可能音乐也相对来说 不太容易繁盛 没有诗歌 对吧 你很多的东西都会相对枯萎 其实刚才我特别同意 这个徐老师说的 太当合适佬了 尤其是在这个面上 背后也都是说的挺 背后 背后 但是其实你说这东方 这话说 比方他刚才讲的一番话 刚才董桥的话 没什么 就发表了 我相信董桥也不会因此而生气 对 董桥就坚持他这一贯的 软软的书卷的 超书超来超去的风格 这是他的风格 现在还有一道 就是还有我们媒体挑事的 对 我给你断章取义 没错 我要点击率 对吧 那你怎么评论 所以媒体要起正面的作用 不能起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不能断章取义 那要媒体了吧 媒体 我给你